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發夢 會有些書在我床邊 買回來 他們買回來 上學 我每天都發夢 寫了有沒有書 沒有書 但有一天真的寫了真的有書 真的上學 我是很開心的 但現在的人對於上學是沒有興趣的 不會有心去學習 其實上學雖然有很多東西跟你直接沒有關係 但後來你發覺很有用 就像我以前讀了很多文理學 法學 但現在我看新聞和了解現在的世界狀況 我發覺都有幫助 以前我不是很喜歡 但後來我發覺 現在我認識這麼多船風 是對我有幫助的 其實我們所學的一切都對我們有幫助 我希望我們珍惜有的一切 而爭取更多 每一個人在神裡面可以拿很多 你的生命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為甚麼有偉大的人 愛逆生 愛因斯坦 為甚麼他會這樣呢 因為有些人 愛逆生 他就是怎樣 他會在火車站那裡做工 他會經常去想 他經常去想一些意念 不知道會否可以做一件新的機器出來呢 他想到他就有個實驗室 自己要做一件事 他就是這樣 他嘗試過很多次 是很多次失敗的 他發明的東西 不是一做一做出來是好的 而是失敗 然後經過很多次試驗之後 終於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他是發明了很多東西 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家 就是他很勤力去拿他可以得到的東西 如果在神裡面 你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神裡面 可以讓你有平安喜樂的 是很大的恩怨 我希望大家 當我們聽到之後 神是我要 我要這一切 好了 現在我們揭去 約翰福音第十章 我們由第七節讀起 所以耶稣有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我就是羊的門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 讓卻不聽他們 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 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到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迫更豐盛 這位耶稣說 我是羊的門 這位說羊 因為耶稣是牧羊人 所以我們是羊 就是耶稣 他是牧羊人 我們是羊 於是耶稣就來幫助我們 進入 他是羊的門 幫我們進入天堂裡面 耶稣就是羊的門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 除了耶稣之外 沒有一個人是帶你進入天堂 都是賊 都是拿走你的東西 雖然有些宗教是教人做好人 是無法否認 他不是教你做壞人 但是他將有一件事在身上拿走 就是拿走永生 因為他令到你覺得 我拜他就會有好處 但是其實當我們拜的時候 很多人拜都是為了他的錢 很多人為了錢 比如說觀音借戶 借錢就是用這個觀念來吸引很多人 去觀音借錢 借錢真的借到100萬200萬 但是將來今年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其實是一種很貪念的 很多人去拜神 或者他沒有想過神是真還是假 其實中國人很喜歡拜死人 古人 全都是古代人 從來都沒有說過他是神 例如這個關公 他只是一個將軍 他沒有說過他是神 沒有說過他是神派 佛祖也沒有說過他是神 但是人們喜歡拜祂 所以除了耶穌之外 所有的他只是一個人 他教你做好人 這是沒錯 好像我們學校都有老師 老師教你做好人 你應該沒問題 我叫你聽老師說 但是老師不可以將永生賜給你 除了耶穌之外 其他如果他是一個宗教 他就是強盜 將你有的東西拿走 因為令到你以為不能夠 就是耶穌不可以救你 其實很可惜 很多中國人 他們不會想 誰是真神 他就是我拜開 我爸爸拜開 所以我就會拜神 他就沒有想到他所拜的 不是有證據的 就覺得我拜了就OK 我將來就會去到天堂 但是他拜我只是一個人 就是很可惜 這個就是 魔鬼用一個方法 吸引很多人 就是去拜以為得道 反而是失去的 但是羊卻不聽靠門 就是真是屬於耶穌的人 他就不會聽他們 但是真屬於耶穌的人 就會聽耶穌的話 他說我就是羊的門 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一定得救 你靠著耶穌 一定得救 信靠耶穌做救主 和他有生命的關係 你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 當然我們人不是吃草 但是這個就講到羊 羊會吃草 草是包括什麼呢 可以包括我們身體的需要 神會供給我們身體的需要 神會供給我們有工作 那你會說 那是不是我翹上手呢 很多人說 我翹上手 那我不做工 神會給我們做工 給我們錢 其實呢 神的供給 不是說 將錢由天下 跌下來 當你一開到貴島 一身一堆銀子跌下來 不是這樣的方法 神的方法 是讓我們有太陽與水 讓我們有健康 如果沒有太陽與水 你怎樣做工 都沒有法值 但是神給我們 太陽與水 祂讓我們周圍有的一切 讓我們有健康 我們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要感謝神 神給我們一切 有很多人就說 你信耶穌 耶穌降了飯來給你吃嗎 但是 你問一下 你拜的那個神 又不是將飯給你呢 很奇怪 他說 信耶穌他會移民 那祂拜的神 為何祂不會移民呢 神從來沒有說 信祂就會降了飯來給你吃 而是神給我們一切 我們看到有太陽 有雨水 有那麼多種的五谷 那麼多種的食物 我們都感謝神 這個是神給我們 這是第一物質 第二呢 是靈女的 心靈女的飽足 神是給人開心的 小孩子 寶寶仔開心點 你看到小孩子呢 很小時候很容易笑的 有那麼多東西 你跟他玩就會笑的 天生呢 神給他一個開心的心 但是人類犯罪之後 越大就越不會笑 你以為你玩遊戲機 啊好興奮 啊好興奮 看電影 啊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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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以為玩遊戲機很多 看電影很多 那這個人一定很開心 不是的 他只是追求更多的刺激 他不會說人平日開心的 因為那些只是麻醉他的 反而當你在神裡面 去讚美神 去享受神的創造一切 看到一切 你反而那個人 會不會有長久的喜樂 所以如果你發覺你要靠遊戲機 來起落 你發覺你的人 反而是會猛症急躁 經常都說 什麼時候可以打遊戲機 心是不平安的 但如果你有耶穌 時時都讚美神 心去平安起落 你就會什麼時候都心靈舒服 但還有一件最重要 肉體心靈最重要是靈魂 靈魂 屬靈的糧食 有些人說 哎呀我的屬靈很軟弱 我現在就沒有曬屬靈的力量 因為沒有親近神 因為力量一定是由神來的 你都沒有祈禱 怎麼有力量呢 沒有去讚美神 沒有看神的話語 怎麼有力量呢 當你一祈禱 你發力量就來的 我也是 我也是需要祈禱的 我不是說 我記得昨天祈禱 我今天有力量 我是要時事祈禱 每天要新的 那你就出日有草吃 你想不想 出日有草吃 我們一起讀第十節 就是我們今天所送主要的經文 道賊來 無非要偷竊 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 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空性 這個道賊 就是除了耶穌之外 其他所有的宗教 祂叫你走祂的路 都是道賊 祂是將人拿走 因為祂只是用人的方法 祂不是將永生賜給你的 祂是做什麼偷竊 祂偷你的東西 如果你家裏有個家賊 你害怕嗎 有些人真的有家賊 他說 他的子女 或者他的家人 經常叫開櫃桶 其實我認識的 有些人賭錢 他就會變成家賊 家人要害怕他 要鎖住 鎖住他也會開鎖 把女的錢拿出來 你就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偷東西 如果你有家賊 真的很慘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的東西被他偷了 魔鬼就是經常偷的 總之你一坐下來看電視 玩遊戲 他已經在偷你的時間 他偷走你的喜樂平安 他令你覺得 這才是最滿足的 所以第一要知道 你哪些東西被魔鬼偷的 你都不知道 你怎麼可以改變 你一起來又不開心 很煩惱 你又不知道 原來這個魔鬼已經偷了你 或者你很懶 你怎麼不做了 就像中國人說的一個比喻 有個太太離開 把麵包 不是太太 是媽媽 媽媽把餅放在頸上 那麼 他連咬到前面也懶去拎 這當然是一個誇張的故事 無論一下